所以真正的专家是什么 真正的专家是要能够落地做科研 真正落地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专家 真正在外面上课的很多人 从学校听完理论出来都要干什么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在过去我们的学校会不会教我们赚钱 好像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结构 跟这个体制当中所必备的东西 在1995年提出那个概论 叫做奶嘴乐理论 大家听过没有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生活当中 社会当中都处在现在每天在刷 听懂刷得好好好 好高兴好爽 那你一直在产生多班 为什么让你产生多班 因为如果你们都是富豪的话 那些富豪都没有饭吃了 这就是社会结构 如果从学校就开始教你做商业 做金融赚钱 请问外面还有不吃鸡吗 没有了 大家都说富豪 那未来的钱就不吃钱 这就是社会结构 所以SME在成长过程当中 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结构都不明白 事业结构不明白怎么做事业 所以现代人做事业需要研究什么 本来这上面是写正大钱需要研究什么 我们低调一点 我们叫做事业需要研究什么 其实我们把道德经翻出来 老子的道德经当中 曾经写过五个字 但我今天只用了四个字 叫做道法素器 我在很多文章当中 跟我的论文当中 刚按商业管理的理念当中 我一直在告诉大家 道法素器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当然它还有第五个字叫做是 这是老子道德经当中提到的道法素器 为什么要在前面提供的一张图 就是五行的方位图 为什么要去提这个 其实我们老一辈的人 包含我们中华文化五行人 传承下来的很多跟方位学有关系 其实它不单纯只是看方位 就像李居老师刚刚提到的 是不是会断断续续的 不单纯是看天文 其实用在我们商业管理层面上 有很多地方非常好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进入到今天主题 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相信大家也饿了 我在这里要请求一下那个中华星 可不可以让他们随时的去后面拿东西饿的人 你们先去拿边听边吃 上课我们基本上就轻松一点好不好 这个没有电源 谢谢 哈啰 这个没有电 哈啰哈啰 所以大家可以 起来喝点东西吃点东西 没有关系 好吧 今天主要来讲几个东西 这个理论上的东西 我要简单代过 因为等一下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马来西亚的一些 官邻庆的东西 跟大家比较希望落地的东西 好不好 而且这一次的任务 我觉得比较乱 首先让我讲 我不懂的风水 那我也讲 这功课算过了吗 那再来讲一讲 什么是道法初期 道是什么 法是什么 术又是什么 气是什么 这个很关键 我简单用三分钟代过这个理论的东西 我们再来落地到实践上 道是什么 比如国家政策 平台的规则 金融税务 自然的规律 宗教信仰 这个都属于道 道是什么 规范 简单来讲 它叫做规范 这是我们遵循在某一个社会结构 商业结构的框架当中 我今天跟美女 你签了一个 agreement 我叫你老公付钱 在不在道义上 在不在 不在 这个就是不符合道 道是什么 规范 道是框架 如果做任何的商业结构 社会结构 教育体系 任何的生活结构当中 没有这个道字 你就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 就不成方圆 对吧 我们传统有一句俗话 叫做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对吧 李徐老师动物园里面有什么 乌龟 好 这个就是道 所以整体的框架很重要 好不好 讲完道 要来讲法 很多人说 叫做法不就是法 你吗 不不不不 法是方法的意思 大家不要把它搞混掉 法当中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商业模式 投资模式 盈利模式 推广模式 战略布局 包含这个危机公关 这些都存在于法的结构当中 我用什么方法 让大家坐在这里听我说话 我用什么方法 让大家举起双手 给我掌声 没有掌声 不讲 这就是方法 就是模式 所以到先了解整体你要做的框架 再来就是方法 我们用什么方法在符合这个道德框架的前提下 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方法很重要 那有的方法你要去做啊 要动啊 这个时候就会谈到素 素是什么 是一门技术 比如说定家车率算不算 我一个麦克风 卖三百万 有没有人买 有可能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巴菲特 一个可能是 这个叫马斯克 是吧 所以刚刚谈到教育 就发现马斯克把他的学生 把他的孩子们都从学校拉出来了 自己成立了一些学校 大家知道这个事吗 啊 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新的学校 因为未来的人的教育 已经跟传统不太一样了 尤其到了2024年啊 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个金融信息啊 巴菲特都知道吧 巴菲特最近清仓了七支股票 知道吗 知道的掌声 没有人知道 小民党知道他清仓了哪七支股票 啊 我跟你讲 巴菲特我们这个老爷子啊 每次做的每一个动作啊 对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重要 你可以从他的投资上面 可以看到未来 近期的一个社会发展 跟商业结构的发展 啊 从老爷子清仓了 在七支股票当中 有两次是大家可能要知道的 一个叫做什么 保洁知道吧 啊 祝日化平消费平 还有一个强生 老爷子可是在上面 持了20年了 啊 啊 但是持了20年了 你想想吧 啊 从2004年到2023年 刚好这个土运走完了 啊 老爷子不投了 那他也准备倒闭 不是倒闭了 要换 啊 大家再去关心一下 金融结构上面的很多上市公司的结构 也在产生变化 过去大老板要吃好多的股 对吧 我是老板 我最起码要51% 这才叫老板 这传统思维 已经过时了 现在真正的老板有个1% 把事业做到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未来是一个资源整合的世界 所以树做不重要 树是我们整体在做商业规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道家的层面上树是什么 法术啊 符咒啊 有没有 咒纹啊 这是它的树 既然我有方法要来治理这个妖魔鬼怪 那我要有树吧 我要有方法 有技术来治理 所以定价涉略是所有品牌结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把它排在了No.1的第一个位置 价格定的不对 那就很麻烦 等一下我会落地来讲实际的东西 第二 行销策略算不算一般技术啊 方法 我怎么卖东西的方法 对吧 第三 各位的定位做不重要 更加重要 包含物流的管理能力资源 快线管理等等等等 所以在未来Ninpass会有很多不同的企业医院 跟不同的企业学堂会来产生 这个关于Ninpass的话题我今天不谈 我会留在1月份 1月份会给大家更多重磅的消息 给大家重磅能够真正切身影响到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的一些信息跟工具 我们会在1月份给到大家 今天通过TDC中主席的同意 我们只拿出的最小的一个部分 这个V卡送给大家 大家放心的少吧 等未来你在用V卡的时候 你身边不用V卡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哇原来我走在前面 然后到下个月 Professor你什么时候有课 我还要来 因为来又可以强奸Professor给你东西 这个才叫做学习 学的东西要落地要有工具才做学习 对不对各位 包含未来买房子怎么买 怎么低价买 甚至未来的房地产是什么 重不重要 因为土运已经走完了 那个盲目投资房地产的世界已经过去了 在未来更多的会将房地产走入 专业领域跟专业分工的层面 等一下我会请专家来讲这个话题 来将量气 气是什么 气比如说财商力商 全模育人 演讲口才工具 时间的管理 形象人设 人脉资源 算不算气 你的资源统称为气 气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好了讲完道法素气呢 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 现在才开始进入到我们 中间的这个专业课程里面来 到首先你要先分为两个概念 从法律层面 从我们的专业结构层面 都会涉及到一个属性问题 想到风水太极升级鱼啊 两鱼两鱼升什么 四项四项升八卦八卦升什么 又是四方卦 其实本来用在商业管理上也是一样 在整个商业结构当中 如果你连属人属地都不懂的话 你不要做生意啦 我劝你在未来 什么叫属人 我属于谁 这个叫归属 叫做是台湾人 我是中华民国的passport 对不对 所以我属于哪里 台湾 中华民国 对吧 这就是属人的机制 属地呢 叫做现在在哪里啊 在马来西亚 那我要不要接受马来西亚的法律管理啊 当然要啊 这个叫属地 所以做生意也好 或者未来在规划任何产品商品 你们都要有个概念叫做属人属地的机制 包含未来跟国际上做任何贸易 也请你记住一个原则 属人属地 所有的国际争议法当中 调节法当中 最注重的就是归属国法 以及什么 属地国法 事情发生在哪里 等于属地国法 啊 那么你在哪里发生 你是哪里的人 属于是什么 啊 归属国法 归属于哪里 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可能你会问教授 这个好像不太重要 在哪里方把他们抓就好了 我们来谈一个比喻吧 在日本有一个年轻人 他19岁 但在日本 日本的法律是属于20岁 算真正的法律成年 在中国是属于18岁的 就算成年了 法律上 马来西亚几岁 18 18是吧 后来呢 这个年轻人呢 在邮轮上面 公海上面 认识了一个中国女孩 这个女孩14岁 然后呢 两个人 哎 谈得还不错 就发生关系了 回到日本以后呢 他合不合法呀 合法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有一天突然 他入境中国 这是真实案例哦 就被抓起来了 而且判了很重的刑期 七年有期徒刑 一途强奸 是吧 未成年少 那你各位告诉我 属人属地 国法要不要学 要 要学 做生意也是一样 要不要学 要学 就像 现在中马两地 已经开始展开了很多的 这个行动了 对吧 所以想做事业 除了了解 道法 助悉以外 我们现在谈谈真正落底的道 刚才教授讲过 属人属地了 请各位skate一下 这是我们学到 很不容易 专进去你们政府的网站里面 好不容易整理出来的一份报告 是马来西亚2021年到2025年的五年 五年期的财政计划 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总共有五六百页这么多 所以你说做事业简单吗 告诉各位做事业不简单 不是别人做什么 我跟着做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做事业你看真正的专家要整理报告 整理完报告 还要把它总结最简单的图像给你看 要不要 要总结一些简单的图表 给你看得更明白吧 这才叫专家 那除了给你这个问题以外 他要给你答案 教你怎么做 这才叫什么 专家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专家 但是我们都把它忽略掉了 忽略掉的原因是什么 就跟李旭老师一样 经常被忽略 因为他不懂得包装 如果他今天懂得包装 像张琪啊 像中文抢啊 像那么多的大神大佬 看到他要不要跟他合影 他已经变成明星了 所以真正的专业是不适合用在哪里 不适合用在脱口秀上面 我给这种领域定义为脱口秀 演讲师 不是讲师 演讲师 都来演 好 在这些图表当中 我们是根据那五百多页 融缩下来以后做了三张图表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既然要讲属人 属地属 这个归属跟这个属地法 那来讲讲 教授是台湾人 那请问 最近台湾发生什么事 我要不要知道 我要不要了解 可是可能要问我自己啊 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要选举啊 我要告诉各位 关系大大大大大大的有关系 如果台湾的选举 有没有可能造成跟中国之间的一些政治因素产生 有 造成跟政治因素产生 那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合作 有没有可能受政治影响 有 生意上会不会有任何的波动 有 那既然有波动 请问你的生意还好做吗 不知道 不要老实跟我讲没有关系对吗 事实上有的绝大的关系 再来讲讲方法 安华在去年去中国了吧 今年也去了吧 一直去了吧 去了两次了吧 三次了吧 每次都带回来好的东西吧 招商影只1700亿 有没有 有这回事吧 两国免签计制 从这个月的一号开始实施了 有没有 还有啥 还有好多好多 弄益往来多了吧 最近很多中国人来到大马找生意 有没有 有 很多人坐牌机去中国了 有没有 有 干嘛 找商机 最近的物价便宜多了吗 某一些产品上确实降价了 好 去关注一下 留人口变多了吗 变多了 这个就是在法的层面上 有一个模式的产生 重不重要 哪讲那样素 这个跟大家都有亲生关系 那我们既然要谈合作要落地呢 我们得要去了解啊 中国人有什么优势 他有没有生产优势 确实比大马厉害 高端技术慢慢慢慢慢慢 就看得越来越多了 反过来马来西亚人就没有优势吗 错 我们大马人的优势 杠杠 我们语言优势 现场会量中语言的几首 一个人 基本上都会 三国 都会 在台湾你会量个吗 会 中文跟台语 没有了 这就是区别 既然我们大马有这个优势 要不要走出去 谢谢 我最近跟很多小朋友 来找教授聊天 到酒店也要到哪里 接着问一个问题 所以说 都说2020年很火 我要做什么 都不知道 我忙要毕业了 我可不可以去做购物 可不可以去做什么 等一下我来告诉你 可不可以 第二 刚才谈到了语言优势 再来谈谈市场优势 马来西亚是属于什么 第三方比较中立的国家 对吗 这里经济足足的境外人士 多不多 多 但是马来西亚很可惜 如果马来西亚在未来 能够成立 国际的贸易信息中心 贸易交易中心 甚至数据交易中心 马来西亚会成为在未来的强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我刚刚提到的有语言优势 第二在政治层面上 它是属于中立有识 这个你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在马来西亚 进进出出的跳板 大家看一下地理 我今天没有做地图 我打算留在月份 再跟大家讲解 你会发现 马来西亚的位置 尤其在未来 东边靠近台湾的那一边 南海的主要战区 不管未来战争还是不战争 不管未来的航运是怎么走 马来西亚都将会成为什么 大家所争取 各国所争取的一个地理位置 不相信可以回去看一下地图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在马来西亚的人才优势有没有 有 马来西亚有华校 培养华文 有英语学校 有马来学校 甚至现在巨资 你会发现最近在马来西亚的 印度专业人士越来越多了 你会发现这个现象 马来西亚都不自知 其实这种身边的小细节 会让我们发现 这个国家正在成长 正在发展 正在转变 那怎么去掌握这个转变 就是你要做的商机是特别重要的 大家讲最基本的几个简单 这个脚架我是上个礼拜前 那个中主席的助理去买的 一个脚架107块2毛8的马币 各位 这个我在中国可以买10个 我可以买10 有没有这个感觉 在未来呢 如果两地的两个国家的贸易网 来开始流行 你觉得他能卖这个价吗 不能 他会降一降 其实我来马来西亚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shopping mall逛街 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女孩子才做的事情 其实我很喜欢逛街 有事情不好 没idea写书的时候我就去逛街 因为在市场上 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发现就拿这个卖商机产品 其实已经有几家的老板 已经看到这个商机了 大量使用了来自中国的这种工具 这种器材 而且呢 不用问 因为你比价一下就知道了 他的利润最少都在5倍 请各位回答我 现在做生意有5倍利润的要做的举手 5倍 一转一慢就5倍的要做的举手 而且实实在在不是money game 我现在讲不是money game 你要做的举手 都要做 你们看到了吗 没有 前两天我跟一个学生吃饭 他请我吃饭跑来找我 他说 教授啊 你都不知道 以前我爸爸很聪明的 我爸爸说 要带着那个 如果家里的那个充电器 可以带出门就好了 哎 Powerband出来了 其实你们每个人的想法 在生活当中 都能看到一些东西 能够改变的时候 哎 过两 过没两年上去 他就出现了 有没有 为什么人家会成功 原因很简单 第一 你们都可以想 人家也会想 你们为书给人家 是人家去做的 你们没有做 是不是这样子 你们没有专业的力量来支持你 什么叫专业力量 哎 我做这个Powerband 可能要花100万生产 要设计 要开发 还有市场要负责 什么要负责 有没有 告诉各位 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 你真的永远都是在吃 什么叫吃奶嘴 什么叫吃奶嘴 活在别人的设计的世界 圈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什么叫做圈子 如果今天你的圈子总是活在百万富翁的世界里 你的身边最多最多认识的顶级 HIGH CLASS的就是一千万富翁 认不认可 你跳脱不出这个圈子啊 可是换一个角度 今天你不管有没有钱 但是你已经已经进了 比较高Label的这种圈子当中 有可能一页身致富 因为一条news有没有可能 有 这就是圈子的改变 你的敢做 敢为会决定于你未来的事业上的发展 刚刚谈到物价 有点抖笛了 再回来 那人才跟各位有没有关系 各位 人才跟有绝大的关系 来西亚的优势 人才有没有关系 谁可以回答我 你现在的员工 薪水平均在多少 他们最高的最低不算 平均在多少 Mini 你们现在身边的这些伙伴在赚钱 薪水大概多少钱 能大声告诉我吗 真的吗 啊 3K 假如是经理level的都有10K 10K OK 你知道吗各位 现在各位看到了 这是工人阶级的 我现在这个 这是工人阶级的 就是那种做办公台 前台秘书台的薪水 现在在中国大概在1万多人民币 太低了 没有人要了 我现在讲的是前台 前台多少钱 前台2-3K 2-3K OK 那你告诉我差几倍 3-4倍左右 一个是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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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换个角度 如果说我再换个角度 你回去问一下你们家前台 如果今天有一份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25%给你 你要不要去 然后每个月你可以回马来西亚 现在的交通特别的便利 对吗 前两天还有一个浙江英屋的一个老板 给我打电话 问说交通你在马来西亚 你能给我找几个 懂英文跟中文的人来帮我做国际贸易翻译 这个在马来西亚多不多啊 随便抓一大把 我说给多少钱水 2万有没有人去啊 2万马币等于多少人民币啊 1万多耶 1万出头嘛 1万2、3左右嘛 马币有没有人去 包机票一个月来回一趟 包吃住 有没有人去 有 所以中马 关系的建立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 过去你可能要考虑 要签证 对不对 要披萨 要找这个 有道德的还好 给你拜一拜收你的一千八百人 对不对 找到一段七八糟了 要出问题啦 对不对啊 要出问题喔 出很大的问题 护照怎么没人被卖的都有 那两个国家的乎托 就造成了什么 跟人家负责 你现在要不要签证 不要签证啊 落底 他就好了 盖的站就走了 对不对 所以工作就会很方便 所以最近我有很多朋友 就非上海 非北京 非深圳 非浙江一堆 如果你们干嘛去啊 以前都中国人来马来西亚 其实更多人 看到中马关系建立以后 都认为应该是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 以后交费做生意 对不对 就是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看得懂的 有大部分是相反的 都是拿来往那边挤 好不好 再来再讲一个最经典的嘛 在中国啊 只能看抖音不能看什么 TikTok 发现了吗 而且抖音在中国已经开始 不是没落了 是开始规范了 凡事事出必有因 因其必乱 乱其必整 整其必治 之后 什么 有理 对吧 到此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是刘子说的 所以每一个行业的整顿也好 每一个领域的整顿也棒 你会发现 现在的TikTok 有点像五年前的中国抖音 笑不笑秘密 你自己再感受一下 而且最近你拿起TikTok刷刷刷 就把你刷的抖音脑上 刷了什么事都不想干了 有没有 因为你一直在产生多巴胺 对不对 你多巴胺会给我们产生很多很多不好的影响 好啦回过头来谈谈这个抖音跟TikTok 最近有大把大把做TikTok的人 都是来自于哪里 中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培训人才的专门技术 他们有教他们怎么在短视频里面胡说八道的技巧 他们有怎么样引流的能力 甚至他们把在中国卖不动的商品 通通带到了马来西亚来 为什么TikTok不选泰国 不选缅甸 不选新加坡 为什么偏偏要选在马来西亚 各位有没有讲过这些问题 是因为安华跟齐济平见面的原因吗 没有 因为就像教授讲的 马来西亚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真的会越来越火 只要你闪握好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看从技术也好 从讲师也好 从经济也好 从商品流量也好 已经慢慢从中国转移到了马来西亚 对吧 再来谈一谈 我那个学生在昨天还在问我说 教授我以后做棍可不可以 在不行找不到工作毕业以后 我去顺风快递送中快递可不可以 可以吗 这一个月也好几千了 我告诉各位 这种工作你们未来没有了 没有声音 sorry 呃 这 三 二 好 接着去挥车 关键服务 找家的不可以 请收到四位设计会吗 诶小剑 你春节会不会到我们送快递 送呀 我们看点啊 春节不大呀 快递送到家 谢谢 请你先走 我紧绳其后 请你先走 我紧绳其后 有人吗 请帮帮我吧 我出不去啦 有人吗 请帮帮我吧 我出不去啦 我帮助照 谢谢你 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你刚才在吗啊 你习惯了你习惯了 是个老板 每天我亡 我都乱了你习惯了 你习惯了你习惯了 有你的地方是 各位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世界已經在改變 可能在今年 明年 後年 慢慢慢慢你會發現 原來我們正圍可以幹的活動已經不能幹 發現了嗎 幹GOOP還不錯 現在這兩天學生還能幹 教授我畢業去幹GOOP好了 你看我那個大哥現在一個月賺七八千 晚上開車白天送快遞送快餐 可以賺七八千馬幣 七八千馬幣好不好用 生活夠不夠 我告訴各位 可能從明年開始 後年開始 真的是不夠用的 不是因為物價在上漲 而是因為人的貪婪心在浮現 市場的消費觀在改變的同時 你的思維就會正在改變 過去買個房子 爸爸媽媽 要找專家 找董行的 找這個行業的要問 要不要 要叫沉浸式購買能力 過去買一雙襪子 可能不需要 為什麼 我喜歡就買 還要回去問爸爸媽媽 老婆請問這個紅色襪子 能不能買 你去老師說不可以 譬如說 是這樣嗎 所以 消費觀會改變人的一些思維 再來講講一個news 我說如果我今天不講很多落地的東西 我總共留在一月份講 今天我現場拿一個專家 我知道他要來 所以我就簡單的把這個東西給搬出來 大家知道有一個法案叫做大馬城市翻新法案嗎 有沒有聽說過這個 可是你應該知道 都知道吧 他是幹嘛的知道嗎 跟你有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 大馬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理性 我為什麼這樣說 在馬來西亞要拆一個舊樓 要100%的人簽字通過 才可以拆 來有沒有這回事 有 是不是全世界最民主的 對 那要政府要幹嘛 要立會幹什麼 所以你們的建設很慢對不對 原因是住在哪裡 有一個人不願意簽字 是你嗎 李薛老師 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100% 你看在台灣也好 台灣算已經夠民主的國家了 那要75% 3分之2就可以過關 中國呢 也是3分之2 對吧 那你可能要問教授 那你講了老半天 現在又跟我講大馬房子 那你講了老半天 那會有什麼關係 我告訴各位 有絕大的關係 我們實在看這個影片 這個一定會動啊 欸 將會帶動 我估計來 差不多 哇 一、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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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發展物 將在裡面提成2024年 大馬城市關心法案 專心或承見 城市裡 許多成就不同的建築物 部長尼克利表示 這將有多帶動 千億商機 礙於盡情的法律 某國的城市關心 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 不如就來進行地政部 留審的規劃 大家知道 馬來西亞資金已經 固定了這次 許多高樓大廈 已經屬於勒尼克斯 也到了它的生命 生命中 屬於的末尾 最多階段 可是目前我們的法律有缺錢 導致我們的城市 翻新 遠遠落後許多 千億商機 所以呢 我立志更新 我決定推動 城市翻新 邁向智能有巨星時代 內閣引不破 有地方政府發展部 推動的城市翻新 最後一關 就是明年我要到國位 立成2024年 大馬城市給翻新法案 這個法令呢 還在涵蓋了 所有的爛尾龍 這個一推動呢 將會帶動 我們計的 超過一千億 千億商機 再回程 這是我們的 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證明 2023年 地方政府發展部 史無前例 我已經推介了 智能城市評級制度 放言 2025年 全國六十一個市議會 而是證明 達到智慧城市先行者 這個體制 馬來西亞要在2025年 成為 抗風和國家 環境安全方面 在我們管家的環境內 到了10月 今年的我們 全面加強脂肪 一共產除了 1648個 非法垃圾填賣場 我們今年呢 這個已經通過 成立了 國家固體廢物 旋環經濟指揮 將全面推動 固體廢物管理 向整體旋環經濟的轉移 目前為止 已經設立了 64年 而來自 回收中心 你就把你車後面的 泡水 塑膠瓶 然後你的媽媽出生的 Oil Ticking Oil 然後去那邊一層 直接聽到 這個不可能 我們要帶動馬來西亞 改變生活習慣 大家都成為 綠色地球的代行 將來這樣成為 我離開這部門後 其中的最大最重要的證據 邁向智能有虛擎時代 好 大家有看到 這是你們的官員 我不認識他 當然他也不認識我 但是重要的 我們不用認識 重要的是 我們要知道他在做什麼 身為馬西亞人 如果你連自己國家的一些 重要的政策都沒有辦法去理解 了解解析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身邊發生什麼事情 對嗎 所以很多人喜歡去參加一些event 甚至喜歡去聽一些課 那當然這裡面就有好的不好 對嗎 有人聽著聽著聽著 變成什麼 Money Game 有沒有 太多了 有人聽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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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反正去有蛋糕吃 是不是 很多人聽著聽著聽著 需要我掏錢 我不願意再投了 有沒有 很多 很多人是因為 聽著聽著聽著 我的朋友叫我來的 我就多拉幾個吧 我告訴各位 從現在開始 請你要對自己負責任 不要把時間浪費在 不合適的時間空間當中 真正的去學一門東西 真正去了解去學習 真正能夠落地的東西 比較重要 好不好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 我們就拿這個來當課題吧 成績方 成績方 成績的翻新指南當中 讓你們想到了什麼上級 我告訴各位 會有非常非常多 Christy 你可以上台嗎 可以跟大家分享五分鐘 關於你的專業嗎 來掌聲歡迎我們Christy Binni Pass最大力的優勢 就會不斷地把真正的專家 引獻給大家 好 謝謝你 再次給他掌聲 謝謝 鼓安 張先生您好 謝謝你們的 邀請還有兩位講師的分享 各位良多 所以我是Dr. Christine 我來是新山 我的專業領域是地皮買賣 我是Carbon Road for這一代的地皮 其實現象我們也是有跟UGM大學 聯辦地皮的高級研討會 去年我們就剛剛辦了一場 然後在2024年我們將會陸續在 新山的這個UGM和Kiosk的UGM 也是舉辦這個高級的地皮研討會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將會教你們怎樣filter整個地皮買賣的這個步驟 然後還有我自己的實戰經驗 那這個UGM的教授呢 他們將會分享 因為有些老闆他們買了地皮之後呢 他們也不懂得要怎樣去運用 然後就之前上我課的這些老闆 他們有時候他們的那個土地的這個土字 他們是很不適合種 他們自己想要種的這個農作物 所以呢他們就問一下我們的教授 所以我們的教授呢就會跟他們分享 如何利用這個高科技和這個高技術呢 把這個土字呢優寡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賣得更好的這個價錢 那麼更容易的做成這個地皮的買賣 所以我的這個地皮研討會呢 將會在一頁 可是那個大學那邊呢 他們有一些小跟動 我們的那個月定的時間是 新山是20號 那我在Kelman可能是25號左右 所以到時Find的時候呢 我會發揮一些Memis 然後才請他發揮在這個群裡面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Kristian 所以呢 跟教授認識有一個好處 就是身邊教授專家 懂不懂 不要聽我講 聽我吹牛 會聽膩的 聽我身邊更多更多的專家來吹牛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當然 回歸到主題上面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 想問的 現在可以問一問 有沒有 沒有 我們就要開門 然後放他再走 有沒有問題要問的 什麼都可以 除了什麼 教授有沒有生孩子啊 怎麼生人都不要問 那我講不來 我不會生孩子 好 沒有是吧 沒有問題 好 那就謝謝大家 然後 請大家可以關注我的TikTok 我的TikTok裡面 有我的新書裡面的每一個章節 它不斷在update 但是呢 裡面的那個video 它不會一下子都播完 因為它每天只有一集 一集大概兩分鐘到三分鐘 那在這裡呢 我非常感謝KTC集團的中主席 還有老中主席 感謝你們的支持 希望在未來 MPASS跟KTC能夠帶給大家 更多更好的未來 我說過了 大家都很想賺錢 但是賺錢的一個原則是什麼 你要懂的 什麼是錢 錢在哪裡 你才有可能去接觸到它 對嗎 好今天感謝大家 就這樣謝謝 拜拜 非常感謝我們的教授